我家里有恋人 哈喽我是阿比 今年的日剧是一步比一步颠 其中由金拳利栽指导的一一二二好夫妇 名字听起来很模范 剧中夫妻却协议允许婚外恋 这让网友直呼悔三观 究竟是这对夫妇的精神状态太超前 还是他们之间只是假性亲密关系 对一子和二姨而言 今天是婚姻生活里最普通的一天 一子是名网页设计师 忙着在电脑前赶工 望着疲惫的妻子 二爷贴心地端来一杯水 并收拾好桌子 无需言语 默契依旧 空气中流淌着温情 描摹出家的轮廓 尽管已结婚七年 但岁月并未磨平爱意 两人仍是模范夫妻 正在商量如何庆祝结婚纪念日 着实惹人羡慕 然而甜蜜是侥幸 苦恼才是常态 一子的朋友们身陷婚姻围城 满腹牢骚 惠惠搬建了东京市中心的大房子 婆婆却日日催生 丈夫偏偏不着家 小玉虽有了孩子 可身体尚未修复 结了婚的女人凑在一起 难免要八贯两句夫妻生活 本该水到渠成的亲密接触 反倒成了痛点 于是风俗店成了舒缓欲望的最佳选择 有意思的是 朋友们能接受丈夫去风俗店 却无法忍受出轨 前者是婚姻生活的调剂品 后者则是明晃晃的背叛 一子静静听着 用笑容演示了真实想法 实际上 她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 在她的默许下 丈夫有了外遇 这对恩爱夫妻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婚姻模式 婚外恋许可制 换言之 二爷可以出轨 但不能撒谎 也不能将情绪带回家中 看似荒谬的提议 却得到了夫妻二人的认可 于是 二爷在每周四的花道客上找到了情人 每月的第三个周四 二爷会和情人一同过夜 这种诡异的平衡 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 令寻新欢 往往是因为感情破裂 但一子和二爷恰恰相反 他们既是爱人 也是朋友 关系比寻常夫妻还要亲密 这个未知的情人 并非破坏婚姻的第三者 而是维护婚姻的缓冲带 婚姻外的恋爱 让二爷容光焕发 变得更加温柔 简直是有利无害 曾经 一子对这种状态很满意 没有矛盾与争执的夫妻关系 让她的心风平浪静 可最近不知怎的 一股阴暗的情绪蔓延 水面激荡起了涟漪 看着热恋中的丈夫 一子开始不爽 明明是寻常的早晨 二爷一如既往的准备早餐 贴心打点好一切 一子凝视着她 忍不住感慨 恋爱中的人总是散发出幸福的光 有点酸 有点别扭 却扔药自欺欺人 洋装豁达 然而 一时忍耐 终将爆发 晚上 夫妻二人相约餐厅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有美食与爱人的陪伴 这个夜晚无比惬意 一子兴致勃勃地提议 结婚纪念日可以去香根泡温泉 他已经预定好了一家高分旅馆 出人意料的是 二爷竟有些为难 他说 情人那边有点事 能否延后一周 一子的怒火被瞬间点燃 他质问丈夫 究竟谁才是他真正的嫁人 不仅如此 一子尖锐地指出 二爷最近有些得意忘形 恋爱气场外泄 已经违背了规则 听到这 二爷连连道歉 并承诺一定会多多注意 重新安排行程 就这样 纪念日旅行敲定 尽管扳回一城 但一子心中 还是生腾起了危机感 他决定借着这次旅行 好好修复一下夫妻关系 为此 他不仅翻出了 压箱顶的健身教程 紧急身材管理 还准备了性感的蕾丝内衣 纪念日当天 一切都很美好 他们感谢彼此 笑着许下诺言 往后的日子 也要继续多多关照 然而 到了晚上 美好的气氛 却被彻底打破 二人躺在床上 一子慢慢靠近 二爷却拒绝了他的亲热 一子大惑不解 心中无比受伤 争执间 二爷出轨的真正原因浮出水面 原来 两年前 一子刚开始做自由职业 每天工作繁忙 焦虑不已 根本无心亲热 因此他拒绝了二爷的求欢 还魂不在意地提出 如果丈夫想解决生理需求 干脆去风俗店 反正他的女人员也不差 从那以后 他们变成了一对无性夫妇 一子想解开这个结 却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于是 旅行结束后 一子向好友惠惠倾土了心声 惠惠有些惊讶 却也能理解 一子苦恼地说 他曾经觉得 这是最好的安排 在外谈恋爱 在家过日子 如今却发现 情况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那位情人 在丈夫心中越来越重要 二爷不仅与他分享生活点滴 为他的家世烦恼 甚至因他放弃了与妻子缠绵 一子有些迷茫 他曾认为 比起一时的情欲 夫妻间彼此的信任与尊重 才更重要 惠惠却却笑他天真 并告诫他 激情的力量不容小觑 他得重新思考 这段诡异的关系 谈话最后 惠惠提醒道 许可知是双方的 简单来说 一子也可以出轨 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公平的开放婚姻 实际上 一子明白这点 但他认为 如果夫妻双方都这样 那婚姻的意义便荡然无存 然而 在亲眼目睹丈夫 接起情人电话后 一子的想法 发生了微妙改变 他决定 干脆豁出去 也加入这场游戏 为自己找个出轨对象 在三斟酌后 一子选中了老同学 五代 一方面 五代长相英俊 他俩又交情匪浅 另一方面 五代本就是个烂人 有过出轨前科 最适合当无耻 且下流的合作伙伴 于是 一子请五代喝酒 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 五代受处若惊 却有贼心 没贼胆 只能遗憾拒绝 原来 上次出轨被发现后 他的老婆便开启了全方位监视 若是五代再次出轨 定会被打个半死 毕竟 他老婆是和气到黑代五代 五代还郑重表示 不想因为一时的情迷意乱 而破坏了他们多年的友谊 最终 这个提议不了了之 一子原本以为 尝试过一次 自己就会释然 然而回到家后 他发现二爷心情极好 带回了一束火鹤红 并兴致勃勃地说 花语是因爱而痛苦的心 一看到花束 他就忍不住想象 丈夫与情人相处的点滴 仿佛有一把无名火在燃烧 鬼使神差的 一子想起了聚会里 朋友提到的花园馆 那是一家专门为女性服务的风俗店 他打开网页 搜索流浪 顾客评价一栏里 的确好评如潮 有人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 有人重拾了身为女性的自信 还有人仅仅试过一次 就成了忠实顾客 怀着忐忑而好奇的心情 一子按下了预约键 万家灯火里 东京另一对夫妻的故事 也正在上演 全职主妇每月疲惫不堪 既要做家务 又要照顾发育迟缓的儿子小红 可她的丈夫智郎 却如同没事人一般 不管不问 命运的红线由花朵牵扯 缠绕在两个家庭之间 原来温柔贤惠的美月 正是二爷的情人 对二爷来说 美月与一子或许是红白玫瑰 美月象征着怦然心动的新鲜 一子则代表着家的温暖 前者调动本能 后者却能抚平欲望 相较于为家庭付出所有的美月 一子要自我的多 甚至在面对亲生母亲时 一子也尤为冷漠 母亲摔伤 第一反应不是联系女儿 而是向女婿求助 于是二爷开车带一子回家 距离一子上次回来 已经过了整整一年半 见了面 母女关系更是僵硬 没有安慰 只有埋怨 母亲感慨二爷的体贴 进而哀叹自己婚姻的不幸 一子的父亲不仅懒惰酗酒 还家暴成性 母亲盼了数年才熬死了丈夫 她还阴阳怪气地说 还是一子命好 更会掉男人 看似祝福的话背后 却藏着微妙的嫉妒 面对母亲的嘲讽 一子不甘示弱 冷笑道 每个人的生活只能由自己决定 忍气吞声不离婚 正是母亲的选择 怨不得任何人 才说几句话 母女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二爷有心缓和 却也无济于事 当晚 夫妻依偎在一起 一子回忆起灰暗的童年 小时候 父亲打骂母亲 母亲没有勇气离开 只能将怨气发泄在她身上 不仅强迫她带病洗衣服 还埋怨女儿没有良心 不能帮自己对付丈夫 母爱的光辉 也抵不过人性的缺陷 比起像强者挥刀 欺凌弱者要容易太多 母亲从未善待过一子 因此 长大后的她 内心唯有深深的厌恶 另一子感动的是 二爷完全理解 并愿意与她一同承担 无论如何 他们都是相互扶持 患难与共的夫妻 这也是婚姻的意义 二爷是一子生命中的光 然而 这束光也同时照亮了美月 美月的生活里 处处充斥着压抑 儿子小红已经四岁 却因为发育迟缓 各方面落后于同龄人 只能去上特教班 巨大的压力 让美月几近崩溃 但丈夫智朗 却看不见她的挣扎 婆婆更是离谱 比起科学 她更相信玄学 总是打电话骚扰儿媳 让她停了孙子的特教班 去找大师做法 在沉闷的日复一日里 花道客是美月唯一的喘息 而与二爷的婚外情 更是苦涩生活中的最后甜蜜 美月很感激二爷 她不仅接纳了自己 也接纳了小红 在二爷的提议下 美月带上小红 与她在公园约会 二爷准备了精致的便当 还陪着小红吹泡泡 笑闹追逐 仿佛温馨的一家人 然而 在美月不曾注意的角落 一道熟悉的目光 正死死盯着她与儿子 工作途中 智朗路过公园 碰巧撞见了她与二爷 尽过二人并无亲密举动 让怀疑的种子 已落地生根 风雨将至 让这段本就破碎的婚姻 更加摇摇欲坠 晚上 智朗洋装不经意提起此事 美月有一瞬间慌乱 但很快镇定下来 告诉丈夫 二爷是偶遇的花刀班同学 随后 智朗提议 不如邀请同学们来家里坐坐 却遭到了美月的拒绝 她的态度 让智朗更加怀疑 紧接着 美月提出 希望智朗能劝一劝婆婆 别再搞封建迷信 虽然智朗同样认为 母亲在胡来 但她认为 夫妻间应该全则分明 她只负责赚钱 美月想要多少都没问题 相应的 育儿工作应当由美月独自承担 在她看来 美月有些小题大做 只要准备几套模板画术 就能应付老太太 对此 美月哑口无言 丈夫感激她的付出 也给了足够的钱 唯独没有半点柔情 与其说是夫妻 不如说是上司与下属 一句 你可是个好妈妈呢 就能轻松将她困住 眨眼间又到了花道课 课程结束后 到了美月与二爷的温存时间 他们像往常一样去酒店开房 美月拿出了为二爷准备的便当 二爷惊喜不已 看着情人的笑容 美月心中爱意翻腾 美月告诉二爷 以后的约会得小心些 上次在公园差点被她丈夫发现 随后她轻声感慨 二爷得躲着妻子优惠 大家都不容易 不料二爷却说 她的妻子知晓一切 短短一句话竟击溃了美月 美月原本以为 二爷与自己同病相连 可她突然意识到 二爷与妻子拥有更深层的爱与信任 甚至超越了激情 这段她珍惜的秘密恋情 不过是别人夫妻关系的融化剂 尽管二爷慌忙否认 但美月还是痛心不已 她不愿再被玩弄于鼓掌之间 果断摔门离去 可事实证明 美月已经彻底上瘾 美月从母亲家接回了小红 随后便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厌恶 她忙着给外遇对象做饭 母亲却在家中为她做饭 还要照顾孩子 但是一收到二爷的道歉短信 美月便抛下了所有顾虑 哪怕变成世界上最差劲的人 她也不忍心斩断情思 另一边 一子怀着忐忑的心情 迈入了花园馆 她想借这次机会 了解自己的感情与身体 只有这样 她才能在婚姻中 做出正确的抉择 在花园馆里 老板告诉一子 不必怀有罪恶感 要带着好奇 心存期待 就像去餐厅享受美食那样 随后 她向一子引荐了 人气最高的治疗师李 李年轻而帅气的面庞 瞬间击中了一子 她的温柔与贴心 也令一子如沐春风 就这样 一子指明了李 并将预约 定在了下个月的第三个周四 按照惯例 那将是二爷与每月 共度凉宵的日子 一子并未将此事 告诉丈夫 两人的生活依旧平淡温馨 他们携手去参加 二爷外婆的追悼会 追悼会上 二爷的舅舅出言不逊 讽刺妻子二人没有孩子 家族即将绝后 二爷毫不留情地反驳了他 他指出 没有孩子当纽带 他与一子照样过得很好 他们绝不可能为了劳有所依 就不负责任地盲目声誉 随后 二爷的母亲与姐姐也站了出来 追悼会结束后 他们还为舅舅的无礼 向一子郑重道歉 丈夫与婆家的无条件维护 令一子尤为感动 可是 在某些时刻 他的心中也会涌现出一丝忌妒 同样是父亲去世 但二爷的原生家庭 完全是一子的反面 母亲将一双姐弟拉扯长大 三人感情深厚 且都是随心所欲的乐天派 说是嫉妒 实际上是羡慕 原生家庭的遗憾无法弥补 但一子始终庆幸 他为自己选择了新的家人 得到了救赎 然而 如此完美的婚姻 也要面对困惑 在结婚的第七年 他们之间横着不少难题 外遇割裂了亲密关系 孩子令未来充满了迷茫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一子与二爷都不想放弃这段婚姻 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形式 长久维系婚姻 共度余生 既是初衷 也是终极 因此 一子决定继续探索婚姻的精灵之道 思索过后 他委婉地告知丈夫 从现在起 他也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多年夫妻 二爷瞬间明白了妻子的意思 他想收拾衣服时 看见了性感蕾丝内衣 忍不住猜想 一子与情人究竟到了哪一步 二爷仿若醋惯顶一般 质问自己 他为何从未想过 妻子也可能会有婚外情呢 他并非自以为是 也不是在贬低一子 只不过将妻子的忠诚 视为理所应当 一子迈出的这一步 的确打破了平衡 让二爷陷入了沉思 很快 第三个周四如期而至 一子的第一次风俗馆体验 也将拉开帷幕 去风俗馆的路上 望着一家熟悉的红酒吧 一子不禁想起了 他与二爷的出狱 二人因工作结识 彼时 一子帮文具公司设计了网页 二爷恰巧在此工作 他们在聚会上互打了声招呼 原本就该这样成为点头之交 不料 二爷的前女友突然出现 当着众人的面 对二爷的工作一同勇抄热讽 正义感爆棚的一子看不下去 找借口支走了二爷 替他解了围 为了感谢一子 二爷请他喝了一杯 一来二去 两人便熟络起来 他们外貌相称 性格投缘 总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 于是 便顺理成章地恋爱结婚 做好了共度一生的准备 然而七年后 爱明明没有消散 却仿佛物是人非 伤感涌上心头 一子在内心默默地问自己 我们怎么会走到了这一步 实际上 迷茫的并非他一人 二爷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遗憾的是 他们均未找到答案 多想无意 一子收拾好心情 踏入酒店 准备好好享受李的服务 身为男公关 李耐心而细致 为了缓解一子的尴尬 他还特意准备了糖果 交谈间 一子这才知道 李是个大学生 干这行是为了攒钱 随后 李为一子按摩肩颈 气氛逐渐升温 暧昧弥漫 可关键时刻 一条来自丈夫的短信 打破了所有的隐匿 原来 一子的出轨预告 令二爷心神不宁 工作时不小心闪了腰 疼得动弹不得 几乎没有犹豫 一子决定立刻回家 他向李表达了歉意 李却笑着说无妨 并且免除了费用 希望下一次仍能为一子服务 激情与责任 盛放在两端 而一子心中的天平 始终倒向一边 回到家后 他细心照顾着二爷 二爷温柔地表示感谢 一时间 他们仿佛看见了晚年的光景 又一次窥探了婚姻 相互扶持的本质 可是 一子的心已泛起波澜 他清楚地明白 自己与李之间 远远谈不上爱 但他有些理解 丈夫爱上别人时的感觉了 随后 一子将这件事告诉了惠惠 惠惠兴奋不已 脸忙追问他体验如何 一子有些羞涩 他坦白道 李的英俊的确令人脸红心跳 但是 在他的内心深处仍有说不清 道不明的罪恶感 因此 他将保守这个秘密 不会让丈夫知道 尽管有颇多顾虑 可一子还是决定继续尝试 在这种混乱之中 或许能找到实现 稳定长久婚姻的诀窍 另一边 二爷与美月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周四 两人按惯例约会 由于腰伤 他们无法去酒店开房 二爷感到十分抱歉 美月却说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眼看着心爱之人受伤 他却不能照顾 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冲击心脏 美月清楚地意识到 他只是情人 并非妻子 难过 酸涩 嫉妒 复杂的情绪交织 一点点蝉食着理智 美月第一次有了月线的念头 他鼓起勇气 问二爷能否选择他们母子 三个人一起生活 突如其来的灵魂拷问 让二爷愣在原地 他是个温和而好脾气的男人 就连拒绝也不会令人难堪 二爷委婉地询问美月 是不是他丈夫出了什么事 希望如同被戳破的皮球 美月瞬间泄气 都是成年人 他听懂了二爷的弦外之音 只能尴尬地说 什么事也没有 只是丈夫工作忙 他也想重返职场 最近压力有点大 二爷顺着他的话 将禁忌的话题轻轻接过 如同寻常好友一般 祝福美月找到一份好工作 一时间 美月不知该如何感激他的体贴 还是该羞耻于自己的妄念 实际上 美月告白触动了二爷的心 但无关情爱 只关乎自我 二爷思考着自己拒绝美月的真正原因 他喜欢美月 虽说是肤浅的情人关系 但二人之间不仅有情欲与诱惑 也夹杂着真心 甚至二爷对小红也颇有好感 可即便如此 从零开始组建家庭的责任 依旧太过沉重 而这份沉重 正是婚姻的象征 二爷悲哀地发现 对美月来说 他并非救赎 只是个临阵脱逃的渣男 而这场告白 也让美月回忆起了与丈夫智朗的曾经 智朗比美月大六岁 他们曾在一家公司上班 智朗工作能力强 却脾气古怪 性格高冷 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 原本他们之间毫无交集 但某次美月被跟踪狂纠缠 智朗将他护送回家 命运的红线勾连 他们最终成了夫妻 婚后 智朗不曾改变 美月却在家庭的泥沼中 越陷越深 他的自我被不断吞噬 最终留下的只有智朗的妻子 美月的出轨 既是寂寞 也是反抗 丈夫便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为了配合公司调令 五月份 他们全家就要前往新加坡生活 至少三年 美月瞬间慌了 忙着寻找拙劣的借口 小红好不容易才适应现在的班级 骤然改变环境 很可能前功尽弃 然而智朗却戳破了他的谎言 质问道 不想离开的其实是你吧 美月如坠冰角 毫无疑问 智朗已经发现了他的外遇 但是丈夫为他保留了体面 只要美月借着搬家的机会 与对方一刀两断 智朗便既往不求 美月深知 如果现在离婚 他既没有工作 又是过错房 很有可能会失去扶养权 因此 美月做出了决定 与二爷分手 重返家庭 与此同时 二爷的生日将至 夫妻二人计划却大吃一顿 正忙着预约餐厅 对这个小家庭来说 生日具有特殊意义 夫妻二人早有约定 每年都要一起请生 表达对彼此的感激之情 然而 二爷却食言了 美月告知二爷 自己即将离开日本 他们决定好好珍惜 剩下的时光 每次花道课结束后 两人会喝一个小时的茶 天南海北的寮 唯独不了离别 巧的是 美月的最后一节花道课 正好撞上了二爷的生日 这次 在妻子与情人之间 二爷选择了后者 他谎称临时有工作 推掉了与姨子的约会 姨子笑着答应 可第六感却指引着他 让他看到了 二爷手机上的短信 印证了心中猜想 刹那间 姨子内心的某个角落崩塌了 曾经完整坚固的婚姻 已经爬满了细密的裂痕 这不仅是爽约 更是背叛 怒火中烧的姨子 打开花园馆主页 又一次预约了礼 夫妻间不必挑明 一个眼神就能了解彼此 二爷知道 姨子能看穿自己 蹩脚的谎言 他心中有愧 却仍不准备停下 毕竟 这或许是他与美月的最后一面 矛盾的是 面对美月的离开 比起淡淡的不舍 但在内心深处 二爷始终对这种畸形的关系 怀有疑虑 但无论如何 他都想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可是天不遂人怨 二爷万万不会想到 这一年的生日 将成为他人生的噩梦 来到酒店 美月送出花茧与剑山 作为生日礼物 二爷连忙道谢 随后美月主动亲热 想放纵一把 可二爷却兴趣缺缺 不知怎的 姨子的出轨预告 始终萦绕在他的耳边 于是他推开美月 坦承相告 希望美月也能以家庭为重 两人能像朋友一样告别 这番话刺痛了美月 他羡慕二爷的妻子 责怪自己的丈夫 更痛恨眼前的男人 为何连最后一丝念想 也要残酷斩断 仿佛全世界只有他被抛弃 既得不到丈夫的理解 也失去了情人的爱 既然如此 不如一同毁灭 情绪上涌的美月 竟拿起桌上的剑山 刺伤了二爷 而与此同时 姨子正和李躺在床上 激情缠绵 刺目的鲜血 痛苦的哀嚎 终于化回了美月的理智 他惊慌失措 一边连声道歉 一边忙着止血 试图叫救护车 二爷连忙拦住他 提醒道 如果事情闹大 便不可收拾 即便在这种时刻 二爷依旧没有责怪美月 反倒安慰起了他 在二爷的劝说下 美月先行离开 随后 二爷叫来了酒店工作人员帮忙 一拳一拐地去了医院 二爷受伤的部位敏感 医生告诉他 从生理上来说 他的伤终会痊愈 但心理上的障碍 只能慢慢克服 是否会影响功能 仍是个未知数 此处刀光见影 另一边却柔情似水 李的专业服务 让医子的身体 与灵魂深深颤离 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美好 他向李表达了真诚的感谢 也向他倾诉了婚姻中的疑惑 李敏锐地发现 医子看似豁达 实则非常讨厌丈夫有情人 他好奇地问 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医子认为 腹水难收 现在已经太晚了 情人渐渐占据了二爷的心 更憋屈的是 此事因他而起 可李却认为 永远都不会太晚 因为二爷是他的丈夫 服务结束时 李鼓励医子勇敢面对婚姻 两人碰全告别 医子决定 去找二爷好好谈谈 然而回到家后 他就被浇了一泊冷水 二爷身心受挫 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 谎称腰伤发 连医子留在桌上的礼物都没有拆 医子对丈夫的遭遇一无所知 他碰了个软钉子 好不容易积攒的勇气消失 解决问题遥遥无期 这个生日过得着实糟糕 那些曾坚固且珍贵的东西 似乎正在慢慢瓦解 而神伤的不止这一对夫妻 美月与智朗也爆发了争吵 回到家后 美月干脆利落地与智朗摊牌 并告诉他 自己刺伤了出轨对象 智朗惊诧不已 连忙询问情况 并责怪美月为何这么傻 美月积攒许久的情绪爆发 他自暴自弃地说 反正智朗一直把他当傻瓜 他不必忍耐怒火 阴阳怪气 干脆直接打他一顿 然而智朗却说 即便美月会刺伤他心爱的男人 他也不会伤害自己心爱的女人 突如其来的别扭告白 在剑板弩张的氛围里 显得格格不入 也让美月当场愣住 美月搞不懂 丈夫的真心与薄情 究竟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夫妻二人各怀心事 不了了之 这种无声的薄弈 同样在一子与二爷间上演 明明是夫妻 却无法坦诚地说出内心想法 却又不舍地伤害彼此 只能维持着肥皂泡一般的虚假瓶颈 一子送了丈夫两个漂亮的 富士山清酒杯 他再次鼓起勇气 邀请二爷喝酒谈心 可是依旧被二爷婉拒 意外来得太突然 二爷的心中充斥着阴霾 他干脆翘班去了科学馆 躺在座椅上 看投影出的星空 那些被遗忘的点滴逐渐清晰 热恋时 二爷与一子去露营 突然天降大雨 打乱了计划 两人笑着躲避 帐篷里却初出漏雨 明明搞砸了一切 却仍拥抱着赤诚的快乐 曾经 这对恋人的头顶 也曾有银河闪耀 想着妻子的好 二爷后悔了 他决定不再逃避 买些零食 回去陪一子喝酒 然而 回到家后 眼前的一幕 几乎让二爷心碎 一子蜷缩在沙发上 满脸颓然 他在阳台上 找到了二爷沾血的衣物 无奈之下 二爷只能坦白所有 听完 一子嚎啕大哭 二爷慌了神 手忙脚乱的安慰妻子 一子说 婚姻出了问题 本该夫妻二人 共同解决 可他却无动于衷 让丈夫独自承受 导致一发不可收拾 酿成惨剧 随后 他终于说出了 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 他不希望二爷 与别人发生关系 可那个荒谬的提议 已经说出口 无法反悔 他固执地放不下面子 认为善度很难看 却始终无法说服自己 一子的心七零八落 在泪水中 等待着丈夫的审判 而迎接他的 唯有怀抱 二爷哭着说 他很高兴 能够听到妻子的心声 泪水交融 苦痛成风 漫长的纠结后 这对相伴七年的夫妻 终于兵事前嫌 另一边的美月 也鼓起勇气 对智狼说出了心里话 智狼此前的告白 虽不合时宜 却点燃了美月的希望 他发现 丈夫还爱着自己 或许冷漠只是面具 他并不是表面那样强大 也有不为人知的软弱 那么 被由他踏出这一步 再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 美月告诉智狼 他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 就取笑他人 刻薄无情 无法成为铠甲 爱铸成了铜墙铁壁 才能抵御生活的风雨 他希望 丈夫将自己 当成有血有肉的人 而不是妻子这个符号 他愿意直面自身的软弱 但智狼也必须做出改变 否则 他们就不能继续在一起了 这是威胁 也是恳求 更是期待 好在 美月的勇气并未落空 这一次 智狼为他停下了脚步 两个夫妻敞开心扉 迈向未来 而生活的考验仍在继续 依子与二爷决定恢复亲密接触 让婚姻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尽管仍有些紧张 但依子充满期待 他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惠惠 在祝贺的同时 惠惠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享受过礼的服务后 二爷是否能够满足依子 依子认为 前者是专业厨师做的大餐 后者是家常菜 各有千秋 无需比较 相较于单纯的金钱交易 夫妻间的亲密接触 更需要爱的加持 对此 依子信心满满 因为他与二爷从未想过放弃经营婚姻 无论有多少矛盾 都能和好如初 然而 事情并没有依子想象的那么简单 很快 现实就给了他一记重锤 二爷见了最大的努力 却依旧有心无力 迟迟无法康复 哪怕依子主观上拒绝比较 但某些瞬间 他还是忍不住想起了理 这便是最真实的人性 但是 依子立刻将危险的念头逐出脑海 默念着 这不是二爷的错 我们彼此相爱 此时此刻提爱 总有种淡淡的幽默 既像是遮羞布上的华丽装饰 又像是洗脑的咒语 多番尝试后 二爷总是以失败告终 他渐渐灰心 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 望着沮丧的丈夫 依子颇为心疼 他并不打算放弃 而是决定找专业人士指点一二 经验丰富的李 无疑是最好人选 提供聊天咨询 也是男公关维护客户的重要手段 因此李十分主动 认真倾听了依子的疑惑 他告诉依子 应当去求助心理医生 越是严肃的男人 越容易勉强自己 产生问题 然而 二爷羞于其耻 压根不愿意 迈进心理诊所的大门 尽管建议无效 但依子还是表达了感谢 乌漏偏逢连夜雨 婚姻难题尚未解决 二爷在工作中也受到了打击 他听到同事们在背后议论 公司要把他调去做无聊的闲职 同事们调侃到 对他而言是好事 反正二爷喜欢清闲 正好不用加班 可实际上 在公司里被发配边疆 相当于无声的边缘化 颇为尴尬 更糟糕的是 依子母亲的体检出了问题 得做个小手术 依子忙于工作 得去谈新项目 只能由二爷扛起重担 好在手术很成功 二爷陪护在侧 当着他的面 母亲喋喋不休的贬低女儿 认为他脾气太大 还引出了一个敏感话题 孩子 依子与二爷年纪不小 结婚也有些年头 却始终没有决定好是否要生育 其实二爷很喜欢孩子 但他也认为此事必须谨慎 更得尊重妻子的意见 然而 依子母亲却阴阳怪气的表示 依子已经35岁 大概很难怀上了 无形之中 这段婚姻又多了一重压力 而另一位丈夫智朗 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那日 美月的话让他陷入沉思 可他依旧迷茫 不知该如何改变 其实 他的确爱美月 在酒吧遇上搭讪者时 智朗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只不过 爱与理解 有时无法化等号 他也一次次无视了美月的痛苦 再加上天心内敛 不善表达 夫妻间的隔阂便越来越深 智朗走在路上 思考着这些问题 突然 他的目光被书店中的绘本吸引 绘本名叫 《迷路的炎炎》 正是儿子的最爱 归是神差的 智朗买了一本 与此同时 他也是第一次认认真真 停在书家前 凝视着发育障碍的相关书籍 或许 答案一直藏在智朗心中 只不过 曾经他才刻意回避 压力重重的二爷 同样在以自己的方式 重塑婚姻 花道客上 二爷得知白牡丹的花语 是婚姻美满 便怀着美好的愿景 将花带回了家 不料 这却引起了 姨子的极大反感 姨子并不知道 白牡丹的寓意 只知道 丈夫与情人因花道客而相识 他误以为 二爷对美怨念念不忘 瞬间失控 强迫二爷推客 却遭到了拒绝 实际上 二爷根本没想那么多 他只是单纯的热爱花道 妻子的猜忌也令他难过 怀疑如同扎进皮肉里的一根刺 就算拔了出来 疤痕也不会消失 争执发酵 郁闷的二爷甚至翻起了旧账 指责姨子对母亲关心太少 戳中了妻子的痛处 二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早上 理智回龙 他们就后悔了 向彼此真挚道歉 二爷决定妥协退客 依子却劝他不要放弃 毕竟热爱难得 于是 夫妻大声共识 此时翻篇 可实际上 这桩矛盾不过是核心冲突的缩影 他们只不过暂时闭上眼 无视了种种问题 而这些问题可以概括成一句话 我们还能回到曾经吗 恰逢此时 依子答应了李的邀请 两人约在咖啡店见面 继续探讨婚姻中的烦恼 上次过后 李在日常工作中 为依子收集了一些相似案例 比如 有人对一人产生幻想 再将伴侣带入 来让自己进入状态 也有人将爱和欲彻底切割 不需要伴侣来满足欲望 依子耐心倾听 试图寻找到一丝启发 随后 李告诉依子 此次约他见面 既是帮忙 也是告别 原来 李攒够了钱 决定继续读研 依子心中有些不舍 但还是祝福他 学业顺利 为了宽慰曾经的客人 李轻轻握住了依子的手 不料 竟正好被买咖啡的二爷撞见 这下 天塌了 二爷愤怒不已 冥冥之中 做出了与妻子同样的选择 翻手机 查短信 依子心慌意乱 下意识谎称 李是算命的 却被二爷一眼识破 无奈之下 依子只能坦白了花园馆的秘密 二爷无法接受 这并不是吃醋 而是鄙视 在二爷看来 若依子与李两情相悦 便可以理解 没有违反规则 可是 若仅仅只是金钱交易 便令他作呕 说白了 二爷真正无法接受的 并非妻子出轨 而是妻子去风俗店 花钱买春 可依子所谓的出格行为 分明是许多男性的日常 丈夫的怒火 并未动摇依子的判断 他坦诚地说 去风俗馆前 他一直特别害怕 也在犹豫 他耗费了时间与金钱 鼓足勇气才去了那里 并承担了所有风险和责任 一子始终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正是这段经历 让他体验到了亲密接触的美好 也让他在婚姻中与丈夫真正平等 同样的条约 夫妻双方享有同等权利 他也有选择的资格 因此 一子指出 二爷无权指责他 但是 二爷也依旧无法释怀 他重重地甩开了一子 夺闷而出 尚未修复的夫妻关系 彻底降至病点 与此同时 麻烦也找上了美月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怀孕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 让美月愣在原地 夫妻关系尚未修复 究竟是否要承载新生命的重量 成了棘手的难题 因此 美月决定暂时瞒下这件事 另一边 一子与二爷的丈夫持续升息 二爷决定离家出走 找家短租旅馆住一段时间 他认为 彼此最好冷静下 分开把事情想清楚 无论是自己的事 还是夫妻的事 一子别无选择 只能同意 结婚七年 他与丈夫从未爆发过 如此激烈的争吵 原本明朗的未来 笼罩在迷雾之中 搬进短租旅馆前 二爷在姐姐家借住了一夜 姐姐惊讶于二人的矛盾 希望他们能重归于好 但是 自身的经历 让姐姐同样明白 有时无论做什么 都无法挽回婚姻 借此机会 二爷询问起姐姐离婚的原因 毕竟 他与丈夫相识于20岁 人生的大半岁月 都有对方的身影 曾经也是标准的模范夫妻 近年走向了分崩离析的结局 姐姐告诉二爷 一直以来 从学习到工作 两人都习惯了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姐姐升了职 赚的钱第一次超过了丈夫 额外的工作量和压力 让她总是处于紧张中 吵架成了家常便饭 过了那个阶段后 他们便不再与对方说话 到最后 连行踪都不知道 离婚成了必然 其实 二人离婚的根本原因 是长久以来的强弱平衡被打破了 他们都无法适应 但是 丈夫并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相反 他文文尔雅 为人和善 姐姐的话点醒了二爷 他开始思考 自己究竟为何如此生气 婚姻像一面镜子 不仅照出了生活的喜怒哀乐 也折射出了灵魂的残缺 此时 智郎也发现了美月的异样 美月的身体状况 与怀小红时一模一样 事已至此 美月只能坦白 孩子已经五周了 他可以肯定 这是智郎的孩子 原因很简单 自从二爷伤了腰之后 他们已经很久没上床了 原本最后一次亲密接触 也以闹剧收场 随后美月表示 他想留下这个孩子 可智郎却表达了不赞同 美月若想重返职场 那么多一个孩子 就是多一份累赘 美月情绪激动 指出这是因为智郎 逃避了所有的家庭责任 将一切都推给了自己 智郎哑口无言 他有些颓然地问 既然如此 美月为何愿意生下 窝当废的孩子 然而美月却说 他从不认为智郎是窝当废 只是希望夫妻二人 能共同面对 正因是智郎的孩子 所以他才想要留下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智郎 他发现 看似柔弱的妻子 反倒是更坚强的那一个 第二天早上 美月床头出现了一瓶苏打水 那是他怀小红时爱喝的饮料 智郎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 怀孕成为了一个契机 为了照顾美月的身体 智郎与小红的接触增多 不知不觉间 承担起了照顾儿子的责任 了解的越多 他越能体会妻子的辛苦 夫妻二人的关系也在慢慢回温 反观一子与二爷 却仍处于尴尬中 一子想与二爷聊聊 二爷避而不见 仍需要时间 双方陷入僵局 在与丈夫冷战的间隙 一子和李见了一面 李已经辞职 但良心不安 造成夫妻矛盾并非他的本意 可一子并不需要他的道歉 李只是导火索 实际上这是他们夫妻间的问题 有趣的是 这次会面 让李发现了一子的特别之处 他与其他客人完全相反 对李的个人生活毫无兴趣 一子坦诚相告 金钱交易正是如此 不必把对方看成真正的人 也不用花功夫去真正了解对方 只需要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直接从对方身上 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真正的亲密关系 却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 相互磨合 而唯有二爷 能让一子心甘情愿这么做 一子的直率与清醒打动了李 意想不到的爱情种子 正悄然萌芽 为了意图心中不快 一子又找到了惠惠 惠惠告诉他 一边是丈夫在妻子的默许下 与同龄的小三搞婚外情 一边是妻子花钱买春 与二十岁的帅小伙缠绵 若他不了解内情 乍一听 也会下意识地觉得妻子更加恶劣 而这种潜意识恰恰令人作呕 哪怕同为女性 也会天然地参与讨伐 实际上 这背后正是权力的不平等 女性无法单纯地购买生理服务 往往要冠上爱的名义 才能逃开道德的审判 但是男性从来不需要顾虑这些 花园馆一类的机构 打破了延续数年的强弱平衡 这种陡然间失去优势地位的失重感 或许才是二爷愤怒的深层原因 但是身为女性的姨子 也同样无所适从 归根结底 时代变了 但旧秩序的影响力依旧强大 可无论如何 姨子都希望能够与丈夫和好 在二爷离开的一周里 他深刻意识到 二爷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他之所以能在整洁的环境里办公 吃上可口的菜肴 不必为家务烦心 都是丈夫的功劳 这场突如其来的离别 反倒让他更看清了自己的心 另一边 与儿子的一次单独相处 也让智朗对婚姻有得更深的理解 每月同体升高 需要在医院打点滴 于是 他将照顾小红的注意事项发给丈夫 尽管有他的远程指导 但智朗依旧手忙脚乱 什么都做不好 最后 还是在书店买下的绘本发挥了作用 听着炎炎的故事 照不安的小红进入了梦乡 每月回家后 听丈夫讲述完鸡飞狗跳的情况后 却突然就地坐下 陷入了浅浅的崩溃 他亲手撕碎了伪装的面具 带着哭腔告诉丈夫 其实 他压根不像看上去那样游刃有余 他曾经打过小红 而且不止一次 哪怕有母爱的加持 照顾一个特殊的孩子 也并非易事 他自责于自己的无能 智朗却向他表达了感谢 也坦白了他的脆弱 一直以来 他都不想承认小红的特殊 其实只是担心别人 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 于是他当了逃兵 以冠冕堂皇的理由 将难题都抛给了妻子 智朗郑重地向美月道歉 无论好的坏的 他想接受这个家庭的一切 美月原谅了智俩 改变终于发生 智朗与美月迎来了新的起点 一子与二爷的冷战也有了转折 尽管在闹别扭 但二爷还是关心着一子的母亲 接到电话后 为丈母娘解决了各种问题 水壶坏了 就买了一个新的高级水壶寄过去 手机出问题 便忙前忙后找运营公司 恰好此时 一子生病了 严重地连话都说不出来 二爷顿时慌了 立刻回了家 回到家后 望着虚弱的妻子 他心疼不已 利落地为一子煮了碗面 随后 二爷鼓起勇气 向一子道歉 并希望他康复后 两人能好好谈谈 一方面 功能障碍的确让他陷入了自卑 他也不知未来要如何面对 另一方面 夫妻二人得认真考虑是否要孩子 二爷不再逃避 一子虽无法言语 却笑眯眯地写下了心声 他也同样期待这场对话 为了不重蹈覆辙 原地踏步 照顾完一子后 二爷还是离开了 但短暂地离开 是为了长久的团聚 很快 二爷便迎来了解开心结的契机 这一次 释然的不仅是他 更是美月 出国的日子近在眼前 美月已然坦荡 他不再隐瞒 而是主动告诉智老 自己想最后见二爷一次 智老同意了 见面当天 美月满怀愧疚 向二爷真挚道歉 二爷温柔地原谅了他 同时 二爷也向美月表达了歉意 他从未了解过美月的难处 一厢情愿的英雄救美 却适得其反 无论如何 快乐是真 救赎是真 他们的确曾点亮过彼此的人生 但是 那光芒再美 也只是引火 终究会消失 二人互道了一声 祝你幸福 就此别过 而另一边 原本单纯的金钱关系变质 李竟然向依子告白了 年长者的光芒 也在不经意间照亮了二十岁的心 李第一次有了耗费时间与精力的冲动 他很困惑 莽撞却鲜活 将爱宣之于口 依子静静看着他 对这份珍贵的心意表达了感谢 可是 他想与之共度一生的人 从头到尾都只有他的丈夫 依子的直率 让李的勇气得到了尊重 最终 李伸出手 二人轻轻碰拳 所有的激情 心跳与悸动 都化成了一句 祝你好运 成为美好的记忆 深埋岁月 两场告别 奔赴向同一个终点 匆匆七年 依子与二爷 依旧选择了彼此 约定的时间到了 他们坐在熟悉的餐桌旁 为未来盖下了戳印 兜兜转转 他们仍未弄懂 婚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但他们将共同寻找 治愈二爷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 他们同时决定尝试要一个孩子 彼时 尽管前路艰险 可他们眼睛明亮 坚信相爱抵万难 无论经历什么 携手同行 将是唯一答案 然而 六个月后 他们却离婚了 在童话故事的结尾 男女主表明心悸后 就会迎来幸福的生活 可惜 生活不是童话 哪怕再相爱 也要面对机灵狗碎的现实 生一个孩子 简单几个字 却为婚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姨子35岁 二爷功能受损 因此 接受生育治疗 进行人工受精 是拥有孩子的最好方式 在五代的介绍下 他们选择了好评颇多的荒川诊所 然而 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经测试 一子的卵巢年龄测试 已经42岁 试管难度不小 治疗规矩极多 根据生理周期决定 通常只能提前一天通知 错过步步 这种治疗 女性需要承受更大的痛苦 但二爷从不打算置身室外 她始终陪伴在妻子身旁 一开始 一子信心满满 但无数的失败 医生的指责与巨大的消耗 让她陷入了低落 治疗价格昂贵 过程难熬 神经更是紧绷 她无法工作 大把大把吃药 就连看到桌上的寿司 也会忍不住指责丈夫乱花钱 很显然 一子出现了心理问题 孩子成了执念 二爷敏锐察觉出了妻子的异样 原本 生育治疗是为了更好的夫妻关系 如今以本末倒置 二爷迫切地想要知道 自己究竟能为一子做些什么 可是 就连一子也不知道 二爷是个太贴心的丈夫 挑不出一丝错 可纵然如此 一子的痛苦也不曾减少半分 思虑再三后 二爷向一子提出 干脆终止治疗 顺其自然 对她来说 最重要的人不是未来的孩子 而是眼前的妻子 然而 一子却告诉二爷 她之所以执着于孩子 是因为无法想象 只有两个人的未来 尽管她还深爱二爷 可婚姻已经令她感到厌倦 她认为 只要生了孩子 成为父母 就可以摆脱婚姻的痛苦 继续党一家人 奈何处处碰壁 这种厌倦 无关信任 无关出轨 无关其他人 只是 婚姻本身变得太沉重 一子意识到 她与二爷如同镜像 又或是两块 严丝和缝子碎片 凑在一起 就成了完整的拼图 她依赖丈夫 这种依赖会带来安全感 也会形成惯性 让自我消失 不知何时 婚姻已经压得她喘不过气 因此她决定放过自己 与二爷离婚 二爷心如刀割 又万般不舍 但是 她不愿看到一子继续消沉 尊重了她的决定 七年前 他们在深秋成为夫妻 七年后 他们同样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结束了这段婚姻 没有背叛 没有欺骗 只有平静的告别 可平静之中 似乎又夹杂着一丝迷茫 离婚后 一子与朋友们小觑 朋友们列举着单身的好处 插颗打混 隐藏着内心深处的担忧 一子告诉他们 与二爷分开后 他才真正看清了自己 二爷就像世上的另一个他 曾经他只对二爷袒露过内在 但现在 他想试一试 慢慢学会 对其他人敞开心扉 拥抱师姐 一子习惯了有人陪伴 但只有在孤独之中 他才能听清自己的心跳 成长的过程 总伴随着割舍 他们暂时没有把离婚的消息 告诉一子的母亲 二爷如往常般关照着他 然而 这段日子 二爷发送的短信 都没有收到回复 他有些担心 便将此事告诉了一子 一子决定回老家一趟 这次 他独自踏上了旅程 而迎接她的是 在睡梦中去世的母亲 一子凝视着母亲争灵的面容 他发誓要牢记这一幕 因为他觉得 自己烟气时 必定也是这般模样 随后 一子镇定地叫来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 母亲两天前就已经离去 原因是心肌梗塞 陈南落定后 一子打电话告知二爷 感谢二爷多年来对母亲的照顾 二爷当即决定请假 前去陪伴一子 挂断电话后 二爷气不成声 实际上 在处理母亲丧事时 一子本有些力不同心 而二爷的到来 让一切瞬间变得简单起来 安排葬礼 预定餐时 采买鲜花 都由二爷一手包办 一子只需要好好睡上一觉 葬礼上 一子再次看见了二爷的母亲与姐姐 尽管已经知晓离婚的消息 可在他们心中 一切都没有变 他们仍将一子视为家人 叮嘱他要注意身体 将事情都交给二爷去做 暖流涌上心头 一子的感谢无以言表 葬礼结束后 二爷陪一子在老宅里待了一夜 其实 一子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平静 他心情复杂 既无法原谅母亲又感到了血脉相连的悲伤 面对母亲的死亡 一子没流一滴眼泪 他自嘲冷血 二爷却告诉他 每个人表达悲伤的时机与方式都不同 一个人的悲伤程度 不能用表现出的状态衡量 随后 二爷讲述了他的愧疚 其实 那天接到电话时 他就明白 老人家并不是想要心水壶 只是想要陪伴 但是他忙于自己的事 假装听不懂弦外之音 送来了一个心水壶 让一子母亲不好意思继续开口 直到老人家去世 他在家中发现了原封不动的心水壶 才感到由衷的遗憾 倘若他知道 那是最后一次对话 必定会认真对待 可惜 人生无如果 错过才是永恒的课题 最终 两人依偎在一起 静静哀悼逝者 彷徨中的互相取暖 终究不是生活的常态 处理完后事 二人又一次在车站告别 二爷眼中满事不舍 只能由一子狠心转身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决定把生活了七年的公寓卖掉 三个月后 房子找到了买家 看房当日 一子和二爷共同在家中接待 公寓朝向东南 光线很好 装修也极为用心 厨房的瓷砖有花纹 瓷砖缝做成了耐脏的黑色 处处都流露着爱惜的痕迹 买家十分满意 眼看着就要拍板 但买家害怕房子有隐藏的缺点 因此想知道他们卖房子的原因 一子说 他对这里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但重要的不是硬件 而是软件 不是公寓 而是一起生活的人 说着说着 眼泪决堤 最后关头 不舍压倒了所有情绪 一子无法将亲手打造的家卖出去 二爷连声道歉 送走了买家与中介 大哭一场后 二人又坐在熟悉的桌前 捧着茶互诉哀场 二爷看着镇定 实际上也紧张得不行 甚至想出了强调房子缺点 劝退买房人的损招 他们相视一笑 你一言我一语地 数落起了房子的缺点 难开关的纱窗 关不上的抽屉 滚烫的榻榻米 然而 哪怕有那么多的小毛病 他们也依旧深爱着这间房子 这间房子 又何尝不是他们婚姻的缩影 看似圆满光鲜 正如同旁人眼中的他们 是七年如一日的模范夫妻 可实际上 房子里小毛病不断 仿佛婚姻里的一道道难题 舍不得的 既是房子 也是彼此 因为无论哪一个 都曾用心营造 于是 依子鼓起勇气 向二爷提出了复合 他以前觉得 如果不是夫妻 或者没有孩子 他们就无法一起生活 但现在他终于明白 他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这是另一种与自我的和解 或许 在依子与二爷的故事里 独立的人格与亲密的关系 并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听到这话 二爷高兴极了 兜兜转转 他们又一次明确了心意 故事最后 一切回到了原点 依子依旧在忙碌着网页设计 二爷又回到了花刀班 这次 他带回了一束枝子花 送给依子 依子惊喜不已 曾经 依子错过了白牡丹的花语 这回却不会再错过 喜悦 守候 永恒 这是爱的真言 也是这段婚姻的真正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